三藥沙的金字塔 哈喽大家好我是前辈 我是麦小豆 我们现在在山东寿光 在21届菜博会现场 这其实是我们第二次来到寿光了 上一回寿光回去 我就很特别注意 我们那边超市里面那个蔬菜的产地 发现很多就是高档蔬菜 精品蔬菜都是来自寿光的 特别是我在进减肥 你知道吧 吃沙拉 天天吃蔬菜 好多菜都是来自寿光的 你就只有口福了 现在参观的这个就是蔬菜狼家园艺馆 生食南瓜 那就是生的可以吃的吗 不知道是不是拌沙拉吃的 这好像香蕉啊 你看现在到的是无土栽培果 感觉可以拿出来直接放在火锅里面或者拌沙拉 我现在对沙拉有一种执着 你看它那有牛窝 蔬菜鱼缸 还下面有鱼 我猜它这么一个应该就是一个生态系统 循环的就是可以循环利用的 我终于又见到了这么多品种的番茄 它有鸡心番茄 高糖番茄 还有那个白色的番茄 好想尝一下那个白色的番茄 上次来没有尝到 还有鱼菜共生模式 空中红薯 还有这个物流栽培模式 这个都可以到那边仔细看一下 我估计这一个南瓜都得有上百斤 直播吗 还是在 正在直播 请勿触碰 这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南瓜 就在直播的现场展示上的 找市场 我进来了 我进来了 针究他们的同意 因为我想亲手抱一抱这种大南瓜 又是一个有生之年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南瓜 我找一个比较好方便操作的 好抱的一个南瓜 抱走吗 抱不走 看我的脸小不小 这下我的脸总小辣 真的好大一个 你看它 它真的得拖起来 有些掉在那里的 你猜这个有100斤吗 绝对有 有哦 绝对有 根本动动动 真的挺大的 哇 那他们三四五百斤的也有多大 感觉很像是走进了童话时间 你知道吗 人变小了 人变小了 对 就很像模型 对 真的哦 如果童话里面 就是这个南瓜再大一点 能可以住进去 对对 南瓜车还有 怪不得有南瓜车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因为南瓜真的是有这么大的 它这个瓜的名字叫做巨人南瓜 我看那边的介绍说 它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 一天能长5到10斤 是不是超厉害的 这款应该是不能吃的吧 一般多数做装饰用品 就是放在酒店里啊 或者一些展览会上面 最大一个能长到500斤 一般是300到500斤这样子 这个我们之前在抖音的那个 菜博会的工作人有讲解过 一棵树 就这么小小的一棵树 最多能长6000斤的果实 这边的话呢 就是单周高产机制栽培的辣椒树 我们采用了多干整治的栽培模式 以及合理的调扣手段 这样一棵普通的辣椒苗 可以培育成冠幅十几平方米的树体 它这个一棵树呢 能结两三百个 我感觉这个馆就是很高级 很多黑科技 像刚刚那个南瓜能长这么大 然后那个西红柿树 一棵能产6000斤的果实 相当于三吨 看到没 记刚刚那些之后 你看 番薯好多啊 能种 下面能种这么多在一起啊 鱼菜共生物联网监测系统 反正就是厉害 哦 再来到这里 我才能发现这么多黑科技 长了这么多见识 虽然我是一个农村人 但是真的没有尽到过这样子的 科技感的种菜